大家好,我是王伯老,说饭导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EUV的世界 EUV我称之为EUV雷域 它里面都充满了雷射 这怎么回事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天的主题啊,讲的是习机枪重装上阵 什么是习机枪TIN? TIN这个东西呢,竟然在EUV里面站着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的主题是Laser Produce Plasma 有雷射产生的这个添加 那么其中一个主题是有关于 TIN这个材料习的Droplet Generator 就好像一个习机枪一样 规矩,在开讲之前我们来一些好玩的东西 比方说讲到机枪嘛 什么是机枪最好的,最厉害 M134Megang,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机枪之一 几乎在1960年继续发展以后呢 它就到目前为止是非常重要的武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武器啊,到底有多厉害 它一秒钟能够射速这个将近68 这个呢,这个就是目前最流行的一个重型机枪 M134,那么它的这个子弹有多大呢 大概是0.不到一公分嘛 0.76公分乘上5.1公分,这么大小 如果你去这个,现在一颗多少钱呢 在美国市价大概一个美元一颗 如果你去靶场打10秒,大概要少到1000块 就这么贵 那谈到废弹处理 为什么要谈到废弹呢 等一下就告诉大家 在EU里面,袭击枪的废弹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处理好就完了 OK,在这个地方当然嘛 你废弹就丢地上,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啊,这个机枪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它这个一秒钟啊 打十秒钟大概要打到多少 So now we've taken a look at how this thing works Let's belt it up with around 250 rounds and see how fast we can waste around 250 dollars I'm guessing two, two and a half seconds Let's see how it shoots 它的废弹呢,当然就丢在地上 尤其可见呢 这个机枪呢 1960年就发展出来了 到现在为止上有小小的进步 基本上结构没有太大的改变 这个是MV34的机枪 那么慢慢慢慢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就是锡啊 锡这个金属大家都知道 所谓锡纸啊,锡罐之类的 青铜里面当然也喊锡 是不是 它降低它的熔点 就所谓的青铜时代 青铜武器时代 后来被这个人 钢铁武器打败了 对不对 但刚开始的时候 人类呢 是用青铜做武器的 其中锡当然占一个 相当重要的成分 那么现在常常讲说什么 锡纸啊之类的 其实就是个驴纸 罗密尼波尔已经取代了驴纸 锡罐呢 它其实大部分是钢罐 上面涂上一层薄薄的锡而已 那么这个是习的 这个我们人类36世纪之前 就开始 开始有 开始有 这个这个 拥有了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呢 竟然呢 在EUV世界里面 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称之为锡机枪呢 就是Tin Droplet Generator 今天是我们本章要谈的主题 它怎么样产生一粒粒的锡啊 然后呢 这个 作为我们的光源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简单的这个 一个简单的这个 这个影片 介绍给大家看看 这个 这就是锡弹 被雷射打了以后变形 变扁 在第二个雷射打过来 产生光源 这个呢 就是锡弹 刚刚我们看到了 一粒一粒的锡啊 跑到这个 这个机器的中 机台的中间 然后有一个 很强力的雷射呢 第一个 第一个雷射 先把它打得变形 第二个雷射 才把它激光 所以就要打了两次 简单的讲 这个锡 颗粒机啊 Tin Droplet Droplet Generator 它就是产生 13.5 nm 光源的基本 把材啊 那好像个机关枪一样 不停的射出来 但呢 当然呢 它对工艺的要求 远远超过 M134 这个机器谁做的 这日本的公司 叫做 Gega Photon 它是这个 也是发展了 二三十年 才真正把这个 技术完善 它也是 所以这个 ASML的 供应厂商之一 这个EUV 这个机器 虽然是核商 做出来 但是它是经过 全世界 几乎有一千多家的厂商 一起合作 它的零件 大概有十万件 那么总共重量 大概十八吨 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啊 全世界 经过三四十年 才能完善 目前的机器 你说完善了没有呢 还是没有 真正会用的人 就台积电 三星跟这个Intel 目前呢 还在增长 它的量率还是没有 真正的量率 还没有这个台积电高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 其中的原因 是为什么 那么 我们大概知道 它怎么回事了 我们来看一下 锡机枪的 简单的解析 它其实原理 看起来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把这个锡 融化了以后 后面加以高压 这个高压 就是一个气体高压 比方说 这个将是 四十个MPa 其实大概是 四百个大气压了 把它压 然后呢 经过一个过滤区 然后再一滴滴的压出来 那么压出来啊 压出来啊 它到底有多少力 多少大小 才二十个Micro 非常小 那个M134 或是 0.76厘米 乘上 五厘米 这么大嘛 它这个量就 20Micro 那为什么做这么小 等一下我们连续一下 为什么做这么小 可是它的色素 远远超过这个M134 它是每秒钟 要十万力 十万力出来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你想想看 一秒钟 你要挤出个液体 把这个Tin 在融化以后 起出液体的颗粒 这么小 这么小打出来 而且很均匀的打出来 还不能够 其中不能够说 这么今天出一地 明天又不能出 不行的 因为雷射要来 要跟你同步 它必须把你激发 GIGA POTOM 日本是这个唯一的 真正做这个机器的 这个公司呢 他就 2012的时候 他就说 它的转换功率 所谓转换功率的意思 就是说 雷射能量 相对于这个 发光的能量 你吸腰 最后要发光 那被雷射打 把它气化 椅子化 这样 这个能阶 转换 产生这个光源 可以做到5% 那目前 真正商用化 是6%已经达到 理论上 可以达到9% 这个是很有意思 这个公司 也挺有意思 这个公司呢 它是 基本上 日本政府 全力支柱的 没有这个 美国 日本政府的支柱 它做不出来 因为 它太耗钱 而且要 要做很久 都没有 做不出来 你看 要做20年 才开始做出来 那么前面10年 你根本就做不出来 那么 它的成功呢 造就了 荷兰的这个ASML 但是呢 把自己的光刻大厂 NICRON给打爬了 这不是一个 欺商权吗 太厉害了 这个 这个研发的态度 也是 也是很有意思 值得大家借尽 大家可以 不管 自己国内的工业 去资助一个 帮助外人的厂商 但是呢 就是把自己打垮了 它觉得也没关系 这个是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 袭机枪跟M134的比较 如果我们用真实的机器来看的话 这个整体啊 就是袭机枪 这个就刚刚就是那个 Droplet Generator TIN的Droplet Generator 后面这个部分呢 是你射出来 有些是 可以 不干不净的 已经可以收集起来 这个地方是个收集器 那这个是M134 比较起来 当然了 你可以看出这个机器 远远大于这个M134 但是它确实 也是像个机架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Gegatron 它宣称它做的机器 叫叫LPP Laser Produce Plasma 就是雷射产生的电浆 它是这个 就是EUV的Source 它是用金属产生的 被雷射 激发以后 变成高能状态 最后自己降 降下它的这个温度呢 然后呢 就产生电子 产生光子 这个光子被收集起来 这么下面的是一个 Collector Mirror 就是把这光收集起来以后 开始反射到一个光源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地方叫做Ion Catcher 看到没有 这个是超导 产生了很大的电磁场 为什么要这个超导电磁场 简单的讲 就是因为 你这个产生光源以后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产生光源 就几% 对不对 其他的怎么办呢 它会到处乱跑啊 它会镀上这个Collector 所以说你必须把它 吸掉 把它吸掉 那么这个就是 因为你是离子嘛 当然你就有一个 这个 这个电磁场产生的话 就会往左边跑 左右两边跑 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 可以减少废料 这为什么 锡蛋要很小的关系 因为你太大 它收集不起来啊 对不对 所以说要越做越小也好 现在做了这个 20个micron左右了 那其中的这个 所需要的能量镭射 有好几种 一个是pre-pulse镭射 第一个呢 是一个 第一个 把锡蛋打扁 叫pre-pulse镭射 这个很短 很短 那CO2镭射 就很长的了 这个波上很长的镭射 基本上呢 它是 比较这个 对不起 我现在把它这个抓回来 它基本上呢 这个镭射的波长很大呢 是来加热 把它变成全部离子化 前面的pre-pulse镭射 它的波长比较短 那个pico second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nanosecond 或者是continuous power continuous way 不停地打 所以这个呢 它要跟 tropley同步 你想想看 这两个同步 而且正好 在中间的时候呢 就过来打 所以这个 对于工艺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 这整体的 叫integration 把它做成一个 基台啊 这个当然就必须 跟 像这个是日本厂商嘛 它说我是这样设出来 那你的基台 必须跟哪一个部分 连络啊 搞清楚啊 就是里面的设计 有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integration issue 那机器的integration 那这个CO2的雷射 非常 不能讲述 它是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的 它耗能非常的大 所以这整台基台 要耗能 一个megawatt 那真正使用在晶面上呢 就是一百到两到几百的 Watt 一个电灯泡一样 那表示说 99.999%啊 都会被浪费 变成热源 它的冷却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我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习弹上证EUV啊 我们先把前面 这个复杂的图啊 再检略一下 那么在检略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比较 GIGA Photon的LPP 叫Laser Produced Plasma 我叫习机枪重装上阵 来比较一下M134 它的这个 从2014年到2020年呢 它已经进步不少 可以看到 它是一百个这个 mini 一百个meter per second 四十个大气压 然后呢 射速是一百个 射频速是一百个kilohertz 它说它一粒一粒打下来 看到没有 它一粒一粒地拿下来 然后这个雷射呢 有两个雷射 把它打 最后变成光源 它的plasma的温度是 将近太阳的温度 是5.5 million degrees Celsius 非常恐怖的温度 那么这个呢 是一张示意图 现在更快 这是早期 这个速度 现在已经增加了 对不对 Tin Droplet 越来越大 这里是27个micron 但事实上 现在已经做到20 那么我们把这个图 再检阅一下 Tin Droplet 现在已经增加到100乘以2 这乘以2 这个以前是做27 现在做到20了 简单的讲 这个雷射光啊 把激发以后 这光呢 它就会碰到这个 collector的mirror 这是一个镜子 那镜子也收集以后呢 它就聚焦 要出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 做这个地方的聚焦 出去以后 就是光源了 这个地方呢 非常重要 那这个 讲起来好像还蛮容易的 但是呢 做起来是非常的难 所以说一行难 处处皆是工艺的极限 比方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mirror 这个collector mirror 这个镜子 大概一个半个人 这么大的一个镜子 它的工艺要求啊 它的平均光 镜面非常的非常的光滑 要求在0.5个纳米之下 这就不到两个原子啊 因为一个原子就是0.3纳米 3个Amstrom 所以说它的 它的重要性就是 它的均匀度 工艺的控制啊 那是人类目前所有工艺的 最尖端的要求 那你打完了以后 那废弹的处理 那更是困难充充 所以这整个优化 花了20年 是吧 这idea出来是1995年就出来了 是吧 那90年 那就 99几年的时候 那个雏形就出来了 但是一直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必须商业化 必须能够稳定的工作 三个月 这是目标啊 三个月不用修基台 就是一开机就可以开三个月 那么这个呢 就是要用20年来 这个优化 而你说现在优化完了没有 抱歉 还是没有 真正优化还不错的台积电 几乎上世界上 所有的大概百分之七八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 这个已经 已经在运转的EUBR 都是台积电拿走了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技术 使它良率特别高 别人没有办法 还没有掌握住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优化 是在工厂里面的优化 就是在机台里面的 自己的优化 但跟工厂里面的优化 还有一段距离呢 是吧 这我们以后再解释 那么三宋跟Intel 它的良率还是不够 良率不够的时候 它是用别的招数来 来补 那么这个补来补去呢 叫总体而言 还是不如台积电的 那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习弹上阵EUBR 全程简略如何 比方说 刚刚我们刚开始讲 Tin Droplet 20个micron 出来以后 有一个pre-pulse laser pre-pulse laser 把它变成扁扁 变成个扁扁 这扁扁的大小要控制 不能太扁 不能扁 扁多少 它变成300个micron 那个像扁盘 还不能打歪 打歪的话也不行 它就不会够扁 然后呢 气化 你看吧 miss size 这个300个micron 变成一个300个micron 的这个 一个小气球 Code laser呢 这个叫这个小 这个是个miss 它还没有完全电力 离子化 它只变成 一个像云吧 应该这样讲 这个像一个云雾化 你可以说是云雾化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个再加上一个高能的镭射 你看这个镭射 它就比较大 比较大 这口比较大 这个是口比较小 把这个全部包起来 然后全部变成plasma 因为你只有plasma 电浆它才能产生这个光嘛 你这个液体是没有办法 液体就是像 像云雾一样的液体 是没有办法产生光的 一定要把它离子化 离子化了 产生光以后 那你就是做射 那么这边有一个超导的电厂 把它吸走 这个是吸走 就是说它的产生光 由于下产生光 就那样 pico second的光源就不见了 那么剩下这个就要出来处理 就变成废料 这是废弹 锡的废弹 那你就是被 被了两个来处理 一个是这个 magnetic fuel 电磁场 磁场 一个是这个电厂 Ion guiding 这两个呢 把它吸得光光 你说这个吸得光光了吗 也没有完全吸光 还有少部分 逃离嘛 你逃离了以后呢 还有另外一招 叫做gas etching and exhaustion 就是用 用一个化学反应 这地方是用化学和电学 就是说这个地方 也产生了这个 用gas etching 把它变成气 把它变成气态 这个技术呢 我们叫做这个 debris mitigation 等一下我们可以介绍 把它变成了这个锡就变成锡的这个hydrate tine hydrate 就是tine H4 tine H4是气态 所以说它就可以抽掉 真功抽掉 所以你现在看 这个废弹的处理啊 这整个都是废弹处理啊 你做不好 如果说 我真的没有弄干净怎么办呢 那你就会镀上 在这个collector的mirror上镀上一层 你镀上一个纳米就损失10% 然后这一纳米要多坏呢 大概一秒钟就至少一秒钟 大概不到一秒钟就会有一个纳米 它就降低它的这个efficiency 那个效功率转换效率10% 那表示是说 你如果收集不干净 那你这个这个这个机台啊 那个几秒钟就报废了 就是说它的功率输出不来的嘛 因为它的光反射不来 你可以产生光 但是它反射不了啊 可见这工艺的要求啊 在这个 废弹处理上面 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物理的原理 是说为什么要用锡呢 其实啊 这很多金属都可以用 很多金属都可以用 铁啦 还有SB啦 这个 Tatane嘛 Gold Land都可以 它的功率啊都不错 比方说这个SB还更高一些 那为什么用锡呢 那很简单嘛 那你这个这个熔点是最低的 它这个最低才能够用 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我们刚刚讲的嘛 变成了一个 Liquid Liquid的这个Tin 它才能够一粒射出来 如果是固态像铁 铁融化成铁浆 你怎么弄了 那温度太高了 无法控制 所以这个就是它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啊 然后说目前在台积电RUN的机台啊 叫做NXE3400B 3400B 它是40个KW的CO2 它的System的 这个Conversion Efficiency is 6% 产生的光能呢是 能够这个是指真正能够用在 晶片上的部分是250瓦 那你家里用的电灯泡 一个大概就是六七十瓦 到一百瓦 就是这几个电灯泡的能量 是真正有用的 那现在要加上到三百三 大概已经达到了 你想想看你整个机台 是要一个MW 搞了半天呢 就只有两三百个瓦 可以真正使用 那其他的能量去哪里了 就变成热能 变成热能以后 是要用水啊 其他的方法把它排到外面去 你说 如果不排到外面去呢 那你这个很快的机器就融化掉 自己把自己融化了 太热了 开玩笑 一个电厂 是为什么半导体非常耗电的原因 就在这里 那么一个工厂 一个半导体代工工厂 就会有一台吗 那当然不够嘛 对不对 一定有三五台以上 你想想看 那你这个 这个每个店 每个店 每一个代工厂都三五台 那么其实 就这个机台就是一个MW 那想想看 那么还有很多机台 还有别的机器要用 就整个电厂的耗能 那是不得了啊 那么 为什么要一定要洗呢 当然我们讲 就是因为它的 这个可以融化 可以变成洗机枪嘛 但是它有别的原因 因为它自己本身的光源 非常足而且稳定 因为我们讲 因为我们讲得到13.5 这个 这个Wave length 这13.5 很多元素都能用 但这个锡啊 它除了是一碳之外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就是它在激发能量状 它返回低沉的时候 很会低沉的时候 它的特色是 你通常讲 激发状态 就是讲 它发生光源以后 都是回到的低沉 那这个锡呢 它不仅仅在 比方说N加1上面 降到N 它不是这样子的 降低沉 它是在更高的上面 这个停的14啊 13啊 会降到更低的能阶的时候 比较低沉 它也可以发同样的光 所以它的光源呢 来源呢 是多个 简单的讲 一个锡原子 就会产生很多光 所以基本上呢 它的光源呢 会让足够稳定 就为什么现在 不仅要提高 这CO2的power 把它激发成更高的能阶 让它自己往下掉的时候呢 这个自动的 会往下掉的时候 它就能够发更多的光 而且光也都大概在13.5纳米左右 所以说它锡的光源非常稳定 那么锡带被雷射激发以后呢 几乎而且要变成完全无耗 还可以做到无耗 就是说它全部都变成气离子废料 当然你可以 而且现在技术可以把它清除干净 如果你清除不干净的话 会污染你的收集进collect the mirror 但现在有解 这个解叫做 这个解决方案的意思 就是解决方案的意思 它就是把它加氢 在氢跟它作用以后呢 产生气态的这个 这个气态 然后就会被排除 吸出或排除 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 这个debris变成气态以后 变成气态以后 它能够被炒到磁铁 或者是它的一个 Ion grid 或者是就是一个simple pump 所以这个东西呢 才能达到99.7% 全部都弄干净 你弄不干净 我们讲过了一秒钟 你的气态就死掉了 只要一秒钟 那这个所以说 你必须几乎是完全 把它清得非常干净才行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花了20年的功夫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问说 为什么吸氮一定要小 那你就很简单嘛 前面了解了 它就是因为啊 它必须 全部被清除干净 你产生光以后 全部被清除干净 你看所以 你首先要产生一个 fine mist 就像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时间 一个microsecond以后 你看看 刚开始被打 被打了 慢慢变扁 变扁 越来越扁 最后又这个地方呢 变得非常扁 然后变得要气化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把它照相下来以后 你看 在五个microsecond 它就变成一个 一个物状的 一个物状的乙云 一个物状的习的云 那么第二次集中的时候呢 才能把它变成气化 这一点呢 是特别重要的地方 你刚才讲 目标是100%的 把它全部的气化 变成离子化 做不到这一点呢 你还是不行 你说99.99999 可不可以 对不起 还是不行 真的要做到100% 你想想看 一秒钟就死掉了 如果说你没有清干净 一秒钟就死掉了 对不对 你记得要拿下来 清啊 干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为什么 搞这么久 还是做不完的关系 现在目前为止 是勉强可以达到 运转三个月 那么 把它习化 你想想看 我们说如果 电疆 我们把 携带离子 电疆优化 如果 现在做20年 如果你失败怎么样 我们看成功的离子 跟失败的离子 这个 被打了 这个地方被打 打了以后产生光源 然后这个地方呢 没有debris 没有剩余的 固态 你优化失败以后 你看这光 比较起来 你看这光源就比较小 这个地方产生光源 比较小 它的转换功率 就下求人 你需要五六% 才能够商业化 如果说 我只能做到三% 那是不行 那还是不行 那你看 还会剩下一些 点点点点点 剩下了一些 这个debris 这个debris跑到哪里去了 就跑到你镜子上 你污染你的镜子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有任何固态的废料 你固态废料 基本上很难清楚 就变成 全面变成气态 气态的离子电章 然后你可以把它解决掉 那么这个工艺啊 电脑已经模拟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苏联的一个组织 跟核商SML合作 来用电脑来模拟啊 怎么回事 比方说 这就是席弹 然后这个呢 就是你的mirror 你的mirror 你的这个收集 收集镜 雷射一打以后就开始 这是跟着时间走 对不对 各种不同的时间 各种不同时间 就产生了这个 产生了这个 很大的电子电浆 那最后这个颜色什么东西呢 这个颜色东西 就是最后产生的 这个在杜在 杜在这个收集镜上的锡 它的含量 它的含量 那这个就是电脑模拟 所以说就基本上 用很复杂的物理方程式 来模拟这个镭射 你看看 这个镭射 整个发光的样子 和这个锡带 被料的样子 它都能够模拟出来 我称之为清洗技术 用清来洗 但是这个清洗技术 就我们讲了嘛 还是最后一点 还是要把它清干净 对不对 要把它气化 变成H2 plasma 把它气化 这个招数其实 H2 plasma 来这个 来etch一个材料 早就有这个老招了 并不是新招嘛 2005年 其实更早就提出来 对不对 经过了将近20年 这很多很多论文出来 来研究如何清洗 废掉 废掉上 用20年才完善 才完善 使得collected lifetime 大于三个月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表 这个表 是collected 这是EUV的一个 要商用化的一个spec guide line 比方说 HVM 什么意思呢 就是high volume manufacturing 能够真正的制造 它的功率必须 330 表示说一秒 一分一小时呢 可以让100到200个晶圆 大概是这个数字 你的这个conversion ratio 是6 那么这个是携带 讲的是携带本身的这个 它的多快 多快一个pulse 那大小是20个micron CO2雷子线已经做了40 这个是26 你看pre-pulse 是pico second 那么chamber cooling 开玩笑 就是你要cooling 你必须把megawatt 就变成一个几百瓦 你看要冲多少水 不得了 这个 为什么它 其实这么重的 关系在这里 最后最重的数字 最重要 是这个数字 collected mirror lifetime 你能收集那个镜子 上面不能有污染 你要必须 一开机 就三个月以后 才需要 再做一个保养 但这三月生 你是不能停机的 机器不停地在run 一小时要run一百片 一个工厂 一个月有好几万片 对不对 表示说你一个机台 而且是不止得来一次 一个机面不止来一次 可能来了很多次 这个是在critical layer 里面来 表示一个经验 可能要来经过 EUV五六次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机台 基本上是不停的 所以你一向停下来 你就做不出来了 通常台积电 它能够做到是 一个晶圆 从开始到结束 大概两个月 两个月之内要出厂 这两个月之后 每一片晶圆 要到了这个EUV 里面有三五六次 那你现在可以想见 可以想象 这EUV是不停地在run 它只要一停工 你就损失钱 所以这个大于三个月 是最基本 希望是越长越好 也就是说 你不要停下来吧 但是做不到 对不对 那么可见 这个卡脖子 就是吸迹象技术 对不对 这个吸废料 用完了以后它的废料 那是最重要的 处理方式最重要 那么现在 在结束讲题之前呢 给大家做几个吸体 比方说13.5 第一个吸体 13.5纳米光子能量为何 光子能量为何 那你第一个 不投卵乖乖公式 你就是用我们学物理 就知道了嘛 Hc乘以Lambda H就是Planck-Gunstern 然后在层上光束 把它放进来 大概就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大家可以 把它记下来 就是1240除以Lambda 所以Nanometer的时候呢 就这个公式得到EV 把13.5放进去 就是92了 基本上 13.5就是92EV 92EV是什么回事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这个X-ray的光谱 它在这个地方左右 这是一个对数 这是对数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所以叫做Soft X-ray 它也是一个Ultra Violet Ultra Violet 它是 是紫外光的布局 紫外光跟 这个X-ray 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我们这个地方是Soft X-ray 大概是几个EV 左右到100个EV 都是Soft X-ray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称之为EUV EUV这个词 也是后人给它加上去 本来是Soft X-ray 后来就说 要区别一下 所以变成Extreme Ultra Violet 不是Ultra Violet 是Extreme 是极端的 极止光 极止光 极止外光 应该这样讲 那么是92EV 那么第二个题呢 说有人提议了 比方说 Purple提议 如果在这个收集镜上 收集镜上 金属是这个特殊的 金属叫做Ruthenium 度上阴层 SIN的时候呢 它会特别容易清 很奇怪的 很奇妙 它跟表面作用 它竟然能够 这个 这个锡配合 特别容易清干净 比方这个地方你看 要清不干净 如果没有放完 据它所说 清不干净 就是纯粹只有这个材料 因为它会跑进去 那么如果你放这个SIN3的时候 SIN就是说 这个蛋化 蛋化 蛋 龟化蛋 蛋化龟 蛋化龟 对不起 蛋化龟 SIN3 N4的时候 它两秒钟清理就很干净 所以这个 你说可不可以是度上一层呢 这是误解问题 这个想法虽妙 但现实不改 因为你在一个收集镜上 它表面是个弯曲的 你没有机台能够做这事情 你可以用AOD来做 但是你AOD要加热 你怎么样加热才非常均匀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当然这个大学教授研究生 做了一个实验 说这个有效 这个idea不错 但现实上是做不到 因为你没办法 在这么 没有这么大的机台 一下加热 把这个 将近是一公尺 大小的 这个收集镜 放到一个机台里面 平均的 度上一层 而这个厚度呢 必须在 控制在均匀度 控制在0.5纳米之下 所以基本上 不可惜 还要必须想别招 但这个地方就是 跟大家了解一下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各种 这是其中一个招数而已 给大家想想看 这个 奇妙的 奇妙的这个 Tin Generator 这个是 目前控制EUV Lifetime Collect a light Mirror Lifetime 这个地方生命 你身边度上 就像一个大桶子 大收集镜 钢灰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个袭弹 袭机枪呢 它做出来的废料 不能像M134一样 就打烂的乱丢 它必须好好处理 处理不了 没有办法上业号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它的奥妙所在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